首先声明,我肯定是不喜欢做日常的那一派啊 自从原神把它改掉后 我的活动奖励总是一次领一点 生怕多领 相信绝对不止我一个人是这样的 但为什么说不做日常的弊端开始显现了呢 首先日常里面的成就 这种肯定很多人都有心理准备 对于不在乎的人而言 也就少了几个成就 撑死几时原始不会再多了 区别不大 那对于甘地而说 有计划的关注下日常 哪里有成就,做哪个 大多数时候还是可以享受不做日常的快乐的 我真正感受到不做日常的坏处 是在之前 懂了吧 歪了吧武器 这号本来铁封刺也够用 但没办法 伸就伸吧 结果就发现 我竟然能缺一剂首位的材料啊 你敢信 这号可是八级萌写 之前也是基本全情的 但就是这么一个号 竟然连小宝的材料也缺 本来刷也就刷了 可我是从70级就缺了 70到80 我刷了一天 而80到90 老娘直接要刷两天啊 重点来了 这些材料是能从两种原膜上刷到的 这要是只有一种怪的材料 那我不得刷六天啊 是不是这样 多吐槽一句 讨伐的怪经常不再刷起来方便的地方 真是恶趣味 真的难以想象 一个满级号玩了三年多 竟然还在刷小宝 就无语 当然以前肯定也刷怪 只是如果不是新地图的怪 真不至于要刷那么久 很明显如果跟我一样 平时领了活动奖励就下线的 手里的怪物材料 肯定是越来越少的 因为你不做日常真不会打怪啊 等于每天都少些材料 所以我就在思考日常这个改的是挺好 但问题在哪里呢 其实策划早就知道了 让我们看一眼隔壁的崩铁 为什么那游戏不太需要刷怪 因为它在日常的委托派遣中 是给你怪物材料的 更不用提不同材料 竟然还能转换了 而原神的派遣呢 恕我直言 真的还有一个是有用的吗 除了占我背包外 我真的想不出哪个是有用的了 尤其是那些花呀 看着就很无语 哪个角色用得到啊 你给我个能升角色的也行啊 所以今天真正想表达的 就是三年了 派遣里的这些个东西 真可以换换了 认同的小伙伴点个赞 让更多人看到 大不了你就多给点选项 新手要摩拉和矿的 可以照常选 但能不能给老娃家 选点有用的东西呢 现在有了开发组座谈会 我们真应该好好提议 也不能光等着策划一点点去改 那就太慢了对吧 谢谢大家 好